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陆委会就表示 如果不是吹牛 那就是公开在宣示滥权积压 而学者就分析了 中共对内的政治宣传意味相当浓厚 但是我国政府应该要离行 中共是否是增加了流制盘查台湾人民 正式飞翔 看似普通小鸟 其实是鸟型无人机 中国大陆军媒曝光 中共海军陆战队使用侦察鸟 可装载小型高画质摄影镜头 具有仿生隐蔽性 在战场上给敌方带来辨识难度 除此之外 中共军机持续扰台 日前国防部公布的共机航机图 共机距离俄兰比只有33里 也就是比距离俄兰比41里的蓝羽还要近 意味着共机在我领空飞行 现在国防部承认划错了 共机距离33里的位置应该是 蓝羽东南而非俄兰比 那么对这样子的作业疏漏 国防部会深切地检讨 并且在试图里面增列蓝羽跟绿岛等等基准点 那么希望使国人能够更明确地了解 敌情威胁动态 另外中共国安部今年初才宣称 破获上百起台敌案 现在时隔半年突然再称 暴增到千余起台湾间谍 对此我国安局表示 这是对我进行恫吓的认知作战 我认为它主要是一个内部宣传的讯号 但是如果它真的有扩大 对台湾民众的留置盘问拘留 我认为政府应该要加以注意 并且就是说要能够把具体的情况 能够让国人了解 陆委会则回应 这样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夸大业绩 吹牛碰风 就是再次的公开宣示 中共运用模糊的法律滥权积压 一手喊错进交流 一手大肆滥捕台湾人 凸显中共对台政策很矛盾 Tip新闻综合报道 好受到了PPI数据的激励之下 美股是硬生大涨 道琼上涨超过400点 NASDAQ以及标普500也都有好表现 除了科技股带动之外 还有星巴克投下了一个震撼弹 而星巴克宣布的是执行长要换人做了 招揽的是现任连锁快餐店 Tripto的执行长尼克 希望可以挽救星巴克在亚洲地区的业绩危机 消息曝光之后 星巴克的股价是上涨了24.5% 是有记录以来单日的最高涨幅 美股周二开盘大涨 道琼涨幅来到1.04% 标普500 纳斯达克也有好表现 其中催化季就是全球最大连锁咖啡店 星巴克因为执行长 宣布换人 现任执行长纳斯汉 才做一年就下台 改由连锁快餐店 Chipotle执行长尼克接任 2018年3月接受Chipotle后 Chipotle的股价飙涨超过7倍 看准尼克实力 星巴克要扭转在亚洲地区 业绩直直落的颓势 CEO换人当推动股价上涨 从美股到日韩等亚洲股市 周二开盘都呈现上扬趋势 虽然日股盘中受到首相岸田 9月将下台的消息影响 小幅下挫 但美国7月生产者指数降温 通波压力放缓 激励全球股市 ECB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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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下降了它的颜值 对我 政府需要行动 和进行资料表现 除了渴望降息带动股市 投资人担忧的AI泡沫化危机 在科技股持续上涨下 显然不成问题 大陆手机大厂华为 更传出将进攻AI晶片市场 不过消息并没有对挥达造成冲击 挥达股价大涨6.5% 台积电也涨了2.8% TVBS新闻综合报道 AI现在协助解决越来越多的难题了 但也让更多专家出面来警告 大量的AI使用可能会造成严重电力缺口 尤其美国加州大量的AI高科技产业 预计到了2030年将会消耗相当于 美国三分之二的住家用户电量 包括了微软以及谷歌都已经投入到能源开发 晶片设计业者也研发出了省电半导体 要从源头来减少能源的消耗 各种AI模型等待使用者敲下指令 大量的内容快速呈现 这也让人对未来的AI应用有更多的想象 但专家却担心梦想还来不及实现 就被现实的残酷给打败 业者并不是为烟耸听 AI需要利用资料中心系统的大量运算 如果进行同样的搜寻 AI系统消耗的电量是Google的10倍 相当于一个5瓦特的电灯 一小时的用电量 如果要请AI生成一张图 用电量则是能充网一只手机 预估到2030年 美国高达16%的电量 都得供应给AI系统使用 相当于全美三分之二家庭用户的用电量 Data centers are probably around 64 megawatts for the building itself many of those are being taken up by single customers they'll have the entirety of the space leased to them and as we think about AI applications those numbers can grow quite significantly beyond that into hundreds of megawatts 64 megawatts, 100 megawatts 处理AI资讯的数据中心的用电量 跟一般的资料中心相比 是普通数据库的1.8倍 因此不少城市 玩具数据处理中心进入的请求 目前北加州就有大量的数据处理中心 掌握全球高达七成的网络资讯流量 一旦电力不堪负荷 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不少业者将资料中心 迁移到电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 OpenAI还有微软 都跟美国的核中核心创公司签约 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获取大量的电力 不只是耗电AI运算的用水量 同样高的下人 为了帮数据中心的机器降温 运算10到50个AI指令 就得消耗一个宝特瓶的干净水源 要训练好一个AI模型 得消耗70万公升的水 如果到了2027年 全球AI运算 则是要用要高达66亿立方公尺的水 相当于丹麦全国用水量的四倍 面对这么大量的能量消耗 业者也从源头开始改善 研发出有效益的晶片 包括挥达号称史上最强的AI晶片 就有使用这款CPU强调省能效益可以达到25倍 可以让数据中心减少1乘5的能源消耗 包括苹果以及高通则是利用设备进行AI运算 减少透过云端处理来降低水电的消耗 但专家强调未来AI势不可挡 如何面对越来越高的水电消耗量 会成为发展高科技国家 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TV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的军队攻入到俄罗斯领土第8天了 乌克兰总统斯伦斯基亲口证实 乌军已经是占领了俄罗斯74座的村庄 并且表示这是一场自卫行动 乌克兰不能够一直处于被挨打的一个状况 而专家就分析了乌克兰的闪电骑袭行动 是想要掌握更多的有力筹码 逼得俄罗斯尽快的上谈判桌 一辆辆乌克兰装甲车开过 这里是乌克兰苏梅边境地区 乌军225突袭营士兵 将库斯科的俄罗斯文路标动手改成乌克兰文 乌克兰总统斯伦斯基公布了 闪电袭击俄罗斯库斯科的最新战果 强调乌克兰这是一场自卫行动 不能老是被动挨打 必须化被动为主动 乌军杀进俄罗斯领地 至少12万边境民众必须撤离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也在安理会非正式会议上 与西方国家唇枪舍战 专家分析乌克兰一连串的跨境军事行动 就是想要谈判 毕竟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 川普还是有可能当选 再加上乌克兰内部想结束战争的声音 也不小 掌握有力条件才能与俄罗斯尽快谈判 结束战争 TVB的新国综合报道 就在中东情势非常紧张之际 伊朗表示当地的军方在北部展开了军事演习 传出如果想要阻止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 就必须在周五举行的谈判当中达成加萨停火协议 北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会启程 再度前往的是中东地区展开斡旋 传出的是布林肯计划前往卡达 埃及以及以色列 甚至有可能会前往伊朗 但是就看伊朗是不是准备要展开攻击了 那么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在周二的时候 和伊朗的总统培泽斯基展开了半个小时的一个通话 呼吁伊朗不要直接的攻击以色列 将冲击到整个中东区域的情势稳定 而根据了伊朗高级官员表示 对于当前的局势而言 预计15号举行的停火谈判是相当的重要 如果谈判失败 那么伊朗可能会认为以色列有意在拖延 将会和盟友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如果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那么可能会延后对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的一个可能性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正在莫斯科来进行访问 13号的时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 讨论发展的是双边合作 就中东局势等等问题交换意见 普京告诉了阿巴斯 俄罗斯关切加萨平民的伤亡 正在尽一切的努力来支持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 那么普京也表示要实现持久可靠以及稳定和平的唯一路径 就是执行所有联合国的决议 并且来建立一个正式的巴勒斯坦国 阿巴斯在会谈当中感谢的是普京的支持 也表示俄罗斯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友好国家 呼吁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来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动 而北韩现在发生了红坏 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灾区 同时也在专用列车上头发表了演说 结果南韩的媒体就发现 车厢里头藏有了一辆 宾市旗下最高级的品牌 麦巴赫轿车 现在研判应该是金正恩的新车 而这辆车要价660万台币 对比台下的灾民显得格外讽刺 绿皮车厢里的右侧 仔细看可以看到 有一辆金正恩的最新座车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乡刊灾照片曝光 他站在列车对灾民发表谈话 但车厢内闪亮亮的宾市豪车 被眼尖的南韩媒体发现 车牌上写着7271953 这可不是随便的车牌数字 是南韩的胜利日 但下厢勘灾时 对比台下无家可归的灾民 金正恩藏在车厢里的顶级豪车 显得格外讽刺 这款宾市麦巴赫 今年4月才在南韩开卖 要价660万台币 顶级程度被誉为是宾市之王 金正恩对宾市情有独钟 今年6月普清访问北韩时 两人就曾经共乘宾市 如今已经换上新车 北韩小孩冲向金正恩的怀抱 列车上装满来自平壤的物资 7月底北韩平安北道洪灾 造成新一周市4000多栋房屋遭淹没 金正恩难得放低姿态 还说对灾情感到抱歉 还宣布要把1.5万名学童 撤到首都平壤避难 另外南韩军方高层有人是异动 总统尹熙岳指派总统警处处长金龙县 接任国防部长 原人部长申员时转调国家安保时市长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的NHK报导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确认已经不会参加下个月 举行的自民党党魁选举 放弃的是争取连任 这也意味着新党魁上任之后 岸田就会离任现在的首相职位 那么岸田文雄是在2021年的9月底 当选了自民党第27任的党魁 三年的任期到今年9月已经届满 在此之前 自民党将会举行党魁的选举 由于自民党目前在参议院 以及众议院掌握多数的席次 党魁通常都会在国会的首相 指名选举当中 或指名为首相 而当选的党魁将会成为 下一任的日本首相 那么岸田文雄先前就呼吁 要进行党内的改革 而随着民众对于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 那么内阁支持率也开始下滑 岸田文雄从上任到现在 已经是在位1046天 这也是继前任的首相 岸信介之后第八位 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83天 这个星期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都会来到是北卡罗莱纳州 而贺锦丽将会发表她的经济政策演说 两个阵营都希望可以争取到劳工阶层的支持 连线的是华府特派记者 你家回 民主党全代会倒数五天 根据初步规划四天活动 天天有大咖奖者 星期一是拜登和希拉蕊 星期二是前总统欧巴马 星期三是前总统柯林顿 和副总统候选人华兹 星期四就是贺锦丽的接受提名演说 民主党全代会委员会表示 这次将首次在TikTok和Instagram上直播 而且配合方便手机观看 会是直的9比16格式 主要是为了接触年轻选民 这次民主党全代会的举办地点 在芝加哥 距离摇摆州威斯康星州的 密尔瓦基车程只有一个多小时 纽约时报报导贺锦丽和华兹 可能在星期二全代会期间 到密尔瓦基造势 所定的场地是上个月 共和党全代会的场馆 不过在民主党全代会登场之前 这个星期五贺锦丽会先在 北卡罗莱纳州发表他的经济政策演说 华兹则是在今天展开五个州的募款行程 这是他获得提名之后首次的单独造势 华兹在洛杉矶对美国周郡市雇员工会表示 他是雷根之后第一位在总统大选选票上的 工会成员候选人 承诺自己不会迷失方向也警告川普将对工人阶级发动战争 包括集体谈判权 加班工资和其他保护措施都会被取消 华兹也直接回应共和党对他在国民兵退役时间点的攻击 华兹说自己对为国家效力感到非常自豪 他也坚信不应该贬低他人的服役记录 对于曾经是陆战队议员的川普副手范斯 他同样感激为国家的鼓舞 那么在经过昨天和马斯克在X平台的126分钟对话后 川普今天在X上是相对安静 只分享了他和马斯克的对话 一个月之前觉得自己能躺着赢的川普 可能想不到他会面临现在的局面 现在川普必须努力才能争取胜利 但他还没有调整策略 在和马斯克的对话 川普对贺锦丽的长相和智商做攻击 虽然川普盟友认为这些人身攻击并不会有所帮助 希望他把重点放在政策 但川普锁定的是白人男性族群 毕竟在2016年他在这个特定族群里 领先希拉人30% 2020年他只赢拜登17个百分点 即会被新闻教会美国华府报道 好接着要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大选 确实是有一点点焦灼的 那么新加坡的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就分析 不管是谁当选 那么中美关系一定会变得更糟糕 此外他还预言中国至少还会繁荣100年 相关的资讯我们要交给记者李明珍 年底就要美国大选了 而美中角力会有怎样的变化 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新加坡资深的外交官马凯硕 近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就提到 美国总统大选 无论是谁胜选 中美关系都一定会变得更糟 此外他还认为 美国是低估了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国政府 找到务实解决方案的能力 并且还预言中国大陆文明还会至少繁荣100年 那么大陆网络媒体观察者网报导 马凯硕将自己形容为一名中国乐观主义者 那么对中国大陆的长期前景保持着乐观 马凯硕自己也有做出了解释 这种乐观是因为他对于中国大陆的历史 和文明周期循环的了解 那么在经过衰退以后 中国大陆文明一定会强势的触敌反弹 也正因为如此 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发展动力 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马凯硕认为 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以来 只过了大概45年 所以文明的发展动力还会持续 那么当出现重大地缘政治的竞争时 一方自然就会妖魔化另外一方 那么双方都会把自身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这时候小国的利益就会被牺牲 那么在展望年底美国总统大选 马凯硕他还预期 无论是谁当选 中美关系一定是会变得更糟的 因为华盛顿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共识 认为美国是有十年的时间 来阻止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一 并且认为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么马凯硕他是保证 无论是谁赢了美国大选 都会对中国大陆施加更大的压力 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来迎接中美关系的艰难道路 还有中国用已旧换新政策 来刺激车市的消费 不过庞大的报废汽车 吸引到的是不良的商家 他们做起的是报废车重组 然后售出的生意 也变成一个安全的隐忧 现在中国官方要展开调查整治了 持续要请教明珍 中国大陆用已旧换新的政策 来刺激车市的消费 庞大的报废汽车数量 去处是引人关注 央视财经调查节目 日前是揭发了江苏连云港 一个产业园区 存在不少的黑生意 那么部分的商户 是将报废的车 引擎零件拆下来以后 贴上假冒编号来出售 甚至是直接贩卖 已经注销报废的车辆 成为马路炸弹 那么我们综合了陆媒报道 一些小工厂公然回收 拆解报废汽车 而且为了更好的销售 报废汽车的零件 商家是对机器的年份 来动了手脚 商家说 这种改过年份的机器 主要还是卖给外行的买家 或者是提供给赞 黄牛在网路上来贩售 所谓售后保修的承诺 都只是空口说白话而已 那么央视的采访还发现 园区内直接出售 报废引擎等零件 商家还说 这些零件都是从 报废车还有事故车 直接拆下来的 再把崭新的引擎编号 给磕上去 就可以卖出好价钱 那么从切割 报废的汽车 引擎试机 到改号发货整个过程 是不到三小时 速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快 然而报废车辆 因为使用年限是比较长的 基建严重的老化损坏 那么车辆操作的稳定性 也是大大的降低 在上路行驶上 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就有网友痛批 相关人员应该要抓起来判刑 但也有人是嘲讽 不要到头来又动了谁的蛋糕 又慢慢地沉入海底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空兵力 频繁地穿越了日本宫古水道 而且是想要突破岛链封锁 为了要增加前置的力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 借着和日本执行了联合军演 在宇纳国岛设置新型主动雷达 扩大掌握这一带的共军动态 专家现在认为 地缘非常邻近台湾 如果能够情资共享 那么对台海的防务 会起到正面作用 美日海军陆战队 军备敬锐进出 决心之龙24联合演习 持续进行中 特别是注意美军 冰海作战团重续之后首次投入 双边除了熟悉如何快速掌控岛屿 展开地区防御 也包括了大规模战伤救护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对空监视雷达 但是他具备了多模的功能 可以用不同的模式做不同目标的搜索 就是他有反炮电雷达的能力 就是说对过来的火箭弹 榴弹炮弹 他可以做这个经由雷达抓住他的轨迹之后 他可以回推这些炮弹的大概的位置 因为在云纳国岛最刚船上发射过来的电磁波 他抓到他的电磁波 把他标定他的位置 然后也由电磁波的参数知道 他是哪一型船过来 模拟战场席地抢救 不过背景里 赫见一面巨大的巷卫阵列雷达 这更是此回操演重中之重 20多前美国海军陆战队 取得的ANTPS80主动多功能导引雷达 经过北约前线部署实测之后 更广泛运用 45分钟内完成设置 采取S波段 以5秒一周的频率360度搜索区域 功能经过整合 足以识别巡异飞弹 火箭弹 火炮和各型飞行器 并立即够连防区之内 各个防空单位加以拦截 同时间他可以抓对方发射的电磁波 加上比如说卫星 还有它另一个二色 所有的巡号机交叉比对 确证这是什么敌人的时候 所以他可以做一个标定的攻击 近年才建制了雷达站 和增设电子战部队 云纳国岛使美军联合演训 防御再巩固 用意明显 最主要还是加强云纳国岛 对西边的海岸监控 包含对空 因为云纳国岛的位置 其实并没有 我们常讲的长城 这个对空的搜索雷达 那它这一块 基本上这个雷达 就是弥补了这样的能力 将这个空域再做一个完整的搜索 使所有的这个航机 尽量都能够纳入所有美军的情报网 包含现在它在菲律宾 以及其他地点慢慢开始部署 提风系统 那这个系统基本上就具备了 伸搜完成教育打击的功能 它还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一个意义 日本西南诸岛防卫态势层层堆叠中 明显反制中国大陆解放军挺进大洋 不让不断增长的海空军阵容 如愿掌握区域局势 那我们也知道说近年来 共军在进行这种长城演练的时候 不管是海空的各种载区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经过这条路线 那往南去看的话 可以注意到说在巴丹群岛 在菲律宾北部 其实美军的部署是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从南北两方去遏止说 共军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路线 我想它最重要的当然是去 一方面当然是协助盟军在这方面的情间证 跟战场环境 还有周边所有部队的觉知能力 对台湾的国军部队也是同样受益的 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 与那国岛的战场赶支 顶当地名义逆风升级 不过同盟态势越来越清晰的 只有美日两国相关的情资 能否也对台海防卫起正向作用 理想状况达成与否 得先留意美国政局变化 但是美军增设战场之眼 这个举动代表印太战略 线下人事进行事 TVBS新闻谢谢基耶辅 台湾到 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件 现在在基隆市选委会 正在进行二阶段的核对作业 外界现在预估进入到第三阶段 投票几乎已经是定局 如今更传出的是中选会 锁定10月5号 谢国良生日当天进行投票 不过根据了TVBS最新民调 反对罢免谢国良的基隆人 高达了34% 比同意罢免的25% 高出了9个百分点 基隆议会咨询另一位议员 正在市长谢国良的电动车政策 再度发动攻击 质疑市府人力配置 有问题让蓝议员看不下去 建议市长不好意思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请针对主题 要求议长帮忙主持秩序 毕竟这临时会有议题设定 不是让议员自由发挥的总质询 但也看罢免案投票基层定局 令目的如司马昭之心 强烈政府执政都依法进行 就参量议案同意 还是不同意 TVBS最新民调显示 有25%的基隆人表示同意 但反对的人则高达34% 与不投票的比例持平 反罢免的比例居多 且根据这份数据 有超过48%的基隆人 对谢国良的污染市政 有信心 现金的满意度来到44% 比不满意的高出10% 面对罢免风波谢国良 转手围攻 至于东岸广场的停车场 产权争议 原经议者Net提出 行政假处分再度遭高等法院驳回 相关诉讼 三联盛为市府出入强新针 但如今传出 正在进行二阶段 核对作业的罢免案 中选会锁定10月5号投票 也就是谢国良生日当天 郑文燦 他也是在生日的前后 被收押金钱 这不只是巧合 而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到底会不会这么故意 就让时间来说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因为竞选总统期间 申报的政治现金 涉及假账的嫌疑 所以民众党现在指控 是会计时端木正 擅自去调节差额 原定是今天要到北检来提告 不过因为检调突袭搜索了 木口公司以及柯文哲的办公室 对此发言人出面表示 配合搜索 因此延后提告 今天早上 调查局的人员 直接到台坡来进行搜索 要跟各位抱歉 我们要延后提告 原本上午又对会计师端木正 提告未造文书罪 但因为柯文哲台坡办公室 以及同一地点 木口公司都被检调搜索 民众党决定延后提告 同一时间14号上午 检调也发动搜索 端木正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 隔空和端木正互杠 就是因为被报 漏报2024的申报资料 民众党直指端木正 擅自调节差额约1817万 将近2000万 调成9笔申报 民众党说端木正 给的理由是时间来不及 包含被调节的 时乐 尼奥以及木口公司 还有竞选团队都不知情 想好什么策略 什么策略 会这么问就是因为端木正 背景曝光 曾在前国保警团总裁 朱果罗身边担任财务长 十多年 和检调长时间交手 还全身而退 因此也被质疑端木正 怎么可能赌上自己的会计师声誉 难道背后有人指使 而绿营也加码揭露 会计师只有查询功能的 唯独模式 端木正必须取得柯文哲或总部助理权限 才能进行系统灯大 民众党将这个锅通通甩给会计师 我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那么我想只要柯文哲 他去厘清后台的这些状况 其实就可以一目了然 有六个权限 那其中有两个权限呢 是给会计师跟会计师的办公室同仁 他的助理 售出证据指出监察院KE系统里面六个权限 其中两个权限就是端木正和他的诚信助理 而且尼奥以及石乐兰卫就是端木正更改 和端木正隔空对杠 检调进入调查 早晚对付公堂 曾经上节目宣称自己是木可公司员工的叶志光Sky 事后被木可否认提告 表示他从来没有任职过 那么之后又被民众党的组织部副主任开呛 根本是诈骗集团 对此叶志光上午到了台北地检署来按铃控告 恶意诽谤 而当事人林昭映也在现场 双方直接对策 Sky业志光杠上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映 全因为先前Sky上节目 称自己是木可公司人头 还说自己曾在木可团队里任职 甚至带电1300万竞选活动费没下文 木可13号声明 这位Sky先生从来没任职将提告 律师加入战局现场喊告 是因为林昭映指控立顶公司 根本是诈骗集团 没获得授权私自做KP小物 逼木可公司吞下去 还谎称自己是木可团队的 那这Sky到底是谁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小草 就是支持着柯主席 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 会走到这一天 第一个我不是立顶公司的员工 第二个所谓的木可总经理 我想各位没有听我亲自自己说过 都是厂商这样得到的信息 木可李文坚你是董事长 已经讲得很清楚 Sky你是总PM 请尽快提供在群组一起讨论 拿出来对话记录想证明 木可负责人李文娟曾说Sky是总PM 只是原本采访通知写下 要告木可公司 最后只剩下告民众党领兆映 他就是心虚 甚至他直接在媒体面前讲说 我没有合约 我不是木可总经理 我也不是立顶的员工 那他根本就没办法告 他告什么呢 他告被笑的吗 演就演像一点 演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演了 从民众党贾账怡云 开出木可公司和厂商 款项问题的支线副本 最后同样演变成 你告我 我告你 我国的跆拳道好手罗嘉林 目前全力修养他的脚步伤势 如果复原的情况良好 那么10月份会在 德谷拉公开赛来付出 量级会变成62公斤级 罗嘉林透露了 调升到62公斤级 对他来说更有优势 而罗嘉林的父亲 罗文翔也提到了 2028的洛杉矶奥运规划调整 积分计算呢 以前两年为主 所以抢积分 负担会减轻 另外是罗嘉林的男朋友 邱尚杰和王杰林搭档 组成了林奇佩 现在呢我们也看到首场的国际赛事 日本羽球公开赛 台湾之后就也修了 也开始修了一两天了 那就是有慢慢的恢复 台湾跆拳道女将罗嘉林 在巴黎奥运带着左脚伤势拼战 虽然无缘登上颁奖台 但回台后首要目标是把伤扬号 专注体能核心 T级技术训练暂缓 盼能掌握伤势 脚伤一直就是影响我很久了 心情其实也是真的是蛮低落 依脚伤的状况 然后才会去恢复到那个训练 罗嘉林将挥别女子57公斤级 网上挑战62、67公斤级 由于罗嘉林本身体重就是62公斤左右 因此没有降体重的负担 如果伤势复员情况良好 付出是10月的德谷拉公开赛 62的碰撞能力啊 或者是冲进 其实会比57来的更大 每次场都笑着说 我们比这场比赛要比两次 就是第一场要跟体重比 然后第二场才是真的跟对手比 罗嘉林在赛场上 右脚是他的惯用踢机脚 副伤的左脚是他的支撑脚 去年大奖赛开始骨头出现裂痕 罗嘉林爸爸也坦言 去年开始每个月都要降体重 一样不良情况下伤势难以痊愈 但2028洛杉矶奥运规则调整 未来抢积分的任务减轻 2028的奥运积分也有做改变 不是四年的积分下去累计 它是只累计前两年的成绩 国民女友罗嘉林 除了有家人强力支持 男友邱香杰也有重要分量 而她预计17号要和王麒麟 在穆德杯企业羽球排名赛亮相 也是林杰佩第一场比赛 国际赛则是日本羽球公开赛 罗嘉林也将第一次飞出国支持 同时透露男友状况 毕竟自己的搭档那么的优秀 那她也是会很希望说 可能不要拖后腿 陪伴然后鼓励的方式去 去这样子做 运动员在场上拼战 真牌背后心酸血泪自己吞 期待罗嘉林上市顺利复原 复伤后再有亮眼表现 TVB的新闻 台湾的国手们在奥运表现亮眼 而总统府今天就公布了8月16号的英雄大游行细节 总统当天下午1点将会接见凯旋的国手以及团队 下午3点开始将会在周边进行游行 两金五同的国手除了李扬之外都确定会出席 大秀主事局总统府这星期五8月16日 将为凯旋的国手办互动派对和英雄大游行 选手跟教练有67位来参加 两金五同除了李扬人在日本 跟你们在度假之外没办法回来 他的爸爸很特别要代表他来参加 总统从下午1点开始接见奥运代表团 三聚一对焦搭起象征荣耀的剑门迎接 总统府场庭也设置满满家伤味的好吃好玩摊味 装饰院的表情画得很穿神 这些动画都会出现在国手们当天的直播互动 下午3点他们将从总统府出发 国军的资源国军跟国手都是台湾英雄 所以英雄袭英雄英雄体英雄 他们将乘坐国军轻型和中型战术轮车 以及观光巴士 路线从重新南路一段右转襄阳路 左转管前路 那边将设置英雄谷国手会下车互动 除了之后右转中校西路 至与中山南路交界的天桥结束 周边也会设置7个站点 供民众索取5000只国旗和首辽旗 在当天除了中央的活动 也跟台北市府办的庆祝活动撞旗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 那这些选手他没有分台北 新北或台南高雄 他就是台湾的英雄 台北市政府16日上午4点半 将在新一区乡体大道广场办时尚派对 王麒麟 唐嘉宏 吴世宜和李孟远确定出席 国手们将如何能顺利赶场呢 为了个人和国家荣誉 运动选手每日训练枯燥乏味 也造就他们在巴黎奥运的亮眼表现 现在中校西路的天桥已挂上横幅 这个新气候大家动起来 大大感谢他们为国争光 南韩的外来移民比例真的越来越高了 根据了统计去年来到南韩找工作的外国人 创下史上的第二多 按照国籍来看 第一名是中国大陆 再来是越南以及泰国出身的外国人 占了南韩整体外国人的61.6% 那么南韩地方政府纷纷开设了语言学校 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外来的移民 融入到南韩社会 南韩总人口数连续两年下降 时隔三年再次回升 以2023年11月1号为基准 南韩总人口比去年增加了8万名 达到5177万人 同期当中所谓的外国人 是指在南韩滞留三个月以上 会以滞留为目的入境的情况 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为了找工作 来到南韩的人很多 按国籍来看 中国大陆、越南、泰国出身的外国人 占南韩整体外国人的61.6% 统计指出去年来南韩找工作的外国人 创下历史第二高 像戴特一样 生活在英城郡的外国居民 有一万六千两百多名 占当地整体居民比例16% 是全南韩最高 移民来自越南、尼泊尔、马来西亚等 英城郡在2007年成立了一个民间团体 索菲亚中心 建立起三千人规模的外国人社区 外国移民相互帮忙 透过打扫街道 成立巡逻队等活动 和当地居民拉近距离 韩国人心态较为排外 为了降低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增加接纳 不少地方政府都成立辅导中心 像是经济道教育厅 成立韩语共享语言学校 提高移民的韩语能力 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多文化家庭的国高中生 额外语言课程以60天或90天为基准 认定为学校上课时间 韩语能力进步之后 回到原来的学校更能融入课程 也帮助他们在南韩的生活更顺利 这样的韩语共享学校 也将扩大在南韩各地开办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看到是苹果之外的各品牌 都积极抢攻了折叠机的市站 目前因为售价变便便宜了 加上又有AI的应用加持之下 消费者接受度越来越高 美国的手机品牌 一款目前市面上荧幕最大 而且厚度最薄的折叠机 也跟着亮相了 它的AI助理功能 要来跟其他品牌及时翻译 还会智慧照相来相比 除了荧幕很大 这款折叠手机也是目前台湾市面上 厚度最薄 全新转轴能完全摊平 荧幕亮度也比前一代提升80% 在户外或大太阳底下 也能看得清楚 可以先点下Gmail 然后你可以选择按下分割画面 就可以同时处理你的工作 也可以同时观看影片 荧幕分割多工作页 手机往左往右画面都会跟着转 等于有三个方向能用 另外使用串流平台多格观看 一次最多能看四部影片 台北101附近来可以买咖啡 输入完之后使用者按送出之后 我们的AI模特兒可以帮你做搜寻 那能够提供使用者 结合AI技术 能够有很好的个人AI助理 在各种的体验下面 各种的场景下面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个人化协助 飞瓶阵营都推折叠机 除了Google之外 还有三星小米摩托罗拉 以及华为OPPO等 根据沿道机构IDC 最新报告预估 今年全球折叠机出货量 将会达到2500万只 年增37.6% 消费者接受度快速提升 主因是售价变便宜 加上有AI应用加持 大概它前两年开始 期限机就已经加入AI运算功能了 接着会接着应该就是中阶 甚至入门机可能也会有 AI运算的出行能力 接下来就是应用的落地 各品牌折叠机除了提升显示效能 也努力减少折痕 而苹果加入折叠手机战局 的传闻没有断过 外界推测最快可能要等 2027以后才会明朗 TVB的新闻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书涵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